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回落至1555美金附近 石油价格也跟随黄金下跌 目前跌幅4.2% 美国石油价格跌至60美金附近 相反美国股票指数是大幅上涨 昨天纳斯达克股票指数上涨1% 道雄斯股票指数上涨0.6% 目前报价28800点 那么澳元对美元在外汇方面依旧是盘整 目前是0.6870 那么今天我们的主要内容 还是跟伊朗和美国有关 那么这两个国家目前是全球关注的一个焦点 尤其是伊朗前段时间把美国的伊拉克基地给炸了一下 那么美国在此之前也是把伊朗的将军给炸了 所以双方在武力方面是已经真刀真枪的 相互有较量了 所以黄金价格也是一飞冲天 其实在我们来看的话 我们要知道的就是美国和伊朗的冲突 能不能短期内得到解决 那么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伊朗作为一个在过去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一个国家 但是美国也只是存在了几百年 所以双方的本质上会有一些文化和宗教 甚至是信仰上的一些差异 那么这些差异的短期内是不会改变的 对于伊朗这个曾经辉煌过的国家来讲 那么现在也是想要再次辉煌 很简单的理由 因为对于中国来讲 我们作为华人在过去也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也是希望祖国能够重新强大起来 所以我们在脑海中总是会回想过去的电影里 讲到的伊朗作为波斯帝国的时候 那是多样多么的一个辉煌的成就 但是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伊朗只能是在靠石油出口来获取国际上的一些资金收入 进而进行国家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 但是这条路目前已经受到了严重的一个冲击 尤其是在前段时间美国制裁伊朗的经济之后 伊朗内部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 尤其是在经济层面 老百姓没有什么太多的钱进行消费和支出 国内物价飞涨 由此国内的政党出现了分歧 所以我们看到军方是比较 对美国一直是处于敌意或者激进的态度 但是其他的友善的这些官员 因为发现了经济不太行 那么老百姓施压之后 就昨天在凌晨的时候 发布了不提倡继续战争升级的一个信号 因此黄金和石油价格一落千丈 那么在对于美国来讲的话 美国是否希望这件事情持续下去 从目前来看是希望的 虽然表面上大家都不希望打仗 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在此 这件事情上收益是更多的 首先保护住了美国的一个全球的地位 那么另外美国在这件事情上 受最大利好的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军火 另外一个就是石油 因此军工集团板块在美国股市表现也是不错的 石油板块也是上涨比较多 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讲 他正好刚刚好和这两个行业的大佬们关系非常不错 另外呢马上就要进行的特朗普选举 如果这个时候产生了民族情绪 那么会大大支持他的选票的数量 所以呢不管是打或者是不打 缓和谈判还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有了伊朗这件事情 对特朗普不管是从政治商业 还是从民间的选举来讲 都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所以呢目前伊朗内部自己出现了分歧 结果导致了这样的一个趋势逆转 所以呢我们在对于这种消息类的交易 不管是股票或者是期货金融衍生品 大家都要时刻关注事态的一个变化 因为往往一句话 官方的一个言论就会造成市场的一个逆转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在过去一年里面 我们长期推荐的黄金和石油上涨 那么假设没有这次事件 那么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 其实呢在长期来看 目前的机构看法 或者是国家层面的 或者是咱们普通老百姓 我们自己的话都是不会看空黄金 很少有人说 我今年看空黄金到1200美金 到1300美金是1400美金 但是呢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 黄金会涨到什么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没有人没有机构没有资金 愿意去大肆的做空黄金 所以呢短期的获利盘回调之后 大家就要注意 基本面是否会发生变化 那么这一次的突发上涨 受到这种利多黄金的因素支撑 那么在消化之后啊 经过三到四天的一个消化和熄火 那么黄金价格回落到底是回转 还是获利团的一个回吐 大家如果是做好区分之后 那么我们在中长线的一个建仓来讲的话 大家就可以适当的逢低开始建仓 因为对于未来来讲 我们的全球经济方面 地缘政治方面 这两大危机依旧没有得到实际的一个解决 所以呢除了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啊 越跌越买越涨也越买 所以黄金价格不管是高还是低 总会有实际的一个physical黄金的一个买盘支撑 对于机构来讲的话 在股票市场上 债券市场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那么避险的产品比较有限 黄金呢当然首当其冲 如果全球继续印钱的话 资产价格会上涨 那么大家要保值黄金 依旧是不错的一个配置上的选择 因此呢始终会有一部分资金会在此 石油方面呢 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依旧是以中国为主的一些 进行基建或者是消耗油的这个大国 那么中国在过去呢 在原油方面的价格走势上 不是那么的用心 但是目前自从上次中石化两位高管 被双规之后呢 大家发现我们要认认真真的做事情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导致了前段时间呢 在石油价格40多50多美金的时候呢 中国是大量囤入中东地区的石油 那么在海上飘了很多邮轮 甚至没有办法停港 因为已经啊 这个仓库已经都满了 只能是飘在海上 即使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是在进口 因为太便宜了 那么目前的石油价格 已经是涨了接近20%多 嗯 在此情况下啊 我们就会发现很简单一个道理 在国家层面战略层面 石油是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一个经济命脉 包括澳洲 澳洲也是要靠石油进口来支撑国内经济发展 这种情况下呢 国家啊 会大量的在低价的时候囤入石油 所以呢 我们也不用太担心石油价格大肆的回落 相反呢 大量回落之后 往往给了我们更好的一个建仓 买入的机会 如果大家想要获得更多的短线交易 因为我们很多人长线拿不住单 那么短线我们做几天的 或者几个星期的一个行情 甚至当天日内交易 那么这种时候呢 就欢迎大家来观看我们的网课 那么每周四晚上八点到九点 我们都会直播 在网上呢 大家可以通过手机或者是电脑来观看 回放的视频呢 我们会放在YouTube等媒体上 欢迎大家收看 或者是咨询我们更多相关2020年金融投资 或者是股票外汇市场的一些资讯 那么我们的电话呢 是03-8658-0603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